刚把公路上塌方的活干完 我们就准备拉挖机回家 突然后面就有一位老人家 外加几位村民叫我等一等 仔细听老人家描述了一番 我就大概读懂了他的意思 原来老人家的房屋就在这条土路里面 大约进去还有几百米 在路中间的位置连续下雨 有一处地方已经垮塌 垮下来的土已经把路旁边的水沟给堵起来了 老人家先是叫我人先过来看一看 把这个水沟清理出来 多多土给他甩到外面去 大概需要多少钱的费用 我到现场一看 整个活可能最多一个小时就解决问题 这位老人家跟我说 住在这个大山里面也没有经济来源 出行的条件又很差 上街赶个长都要走两个小时的路 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主要是没有经济来源 平时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遇到这样的老人家 必须多帮一点忙 挖机干活 不收钱也不可能 就跟他说只收你一百块的油钱 他听到只收一百元 心里面还有一点难以自信 看到老人露出了淳朴满意的笑容 后来他还非常开心的跟我们开玩笑说 如果我们挖机收费太高 他接收不了 就会节省一点 等天气晴了 自己拿锄头 把这个水沟给他掏通 我就呵呵一笑 什么都没有说 心里面在想 你这个年纪恐怕是有心无力了 哎 每当遇到这种类型的事情 咱也要生存 也没有那一分钱不收的实力 反正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 尽最大的可能 给他多帮一点忙吧 总共刚好就干了一个小时 干台班收费的话 也要收两百次 最后就收了老人家一百元 老铁们都看到这里了 帮忙给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 非常的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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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